现在的社会发展的十分的迅速,就像是人们的平时的饮食文化也是非常的注重健康了。 有的家庭主妇还是研究了一套自己的健康搭配,比如一个女士每天吃完饭之后一段时间,就会吃香蕉,这样对味有好处,但是前两天买的一挂香蕉非常的让她闹心了。 按说平时的香蕉,都是非常的纯正的,她买的香蕉却是在里面吃出来了黑豆的东西,本来这天晚上吃完饭之后,才想吃根香蕉然后下去散步的。 谁知道她让儿子剥了一根香蕉,她吃了一口,发现口感不对,还吃出来了一个类似石头一样的东西,吐出来一个是个黑黑的东西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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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